最近一桩备受争议的事件在娱乐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个事件的主角是已故的天后李文 它曝光了内地选秀节目好声音存在的不公对待问题 随着网络上多段相关录音和影片的广泛传播 事件的曝光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位乐坛老前辈被誉为歌坛顶级天后的珍妮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激烈的言论 对好声音巨组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痛斥 表达了她的愤怒和不满情绪 这一系列世界的背后引发了人们对娱乐产业 公平竞争以及社会良知的深刻思考 珍妮一直都在高调地表达她的立场 对于这一事件她的言辞充满了激情 她在社交媒体上怒斥道 信不信有你 良心有多冷 坏人有多坏 她的发言中多次提到了良心和坏人 她直言 亭峰 王妃 纳因 纳心 柳丽 资本商 只要是死党酬劳就随便给 他们天天混的有没有资格导师重要吗 当然 多杰伦一点也好代表最红 在追求名利和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一些人可能会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的权益 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担忧 珍妮的言辞还提到了张伯芝等人的旧事 虽然与好声音事件并无直接关系 但珍妮以这个例子来展示过去的冤屈和现实的荒谬 表达了他对于社会道德风气的不满 珍妮的发言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担忧 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在商业竞争的背后 如何保持最基本的人性和道德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娱乐产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场所 更应该是传播文化 艺术和正能那样的平台 珍妮的发声或许只是众多人心生的一部分 但他的声音无意在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 无论是娱乐圈还是社会 都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发出声音 呼唤良知和公平 只有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才能让娱乐产业回归本质 真正地为社会创造价值 传递积极向上的信息 总之珍妮的发声不仅仅是对好声音事件的谴责 更是对于整个娱乐产业和社会价值观的一次深刻反思 通过这件事情 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商业成功不能成为道德败坏的借口 我们需要保持良知 追求公平和正义 让社会的良知重新觉醒 良知何时觉醒 这个问题互换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面临着道德选择 无论是在职场 家庭 还是社交圈 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良知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娱乐产业作为一个影响力极大的领域 应该肩负更多社会责任 它不仅仅是追求商业成功的场所 更应该是传播文化 艺术和积极价值观的平台 珍妮的发声只是众多人中的议员 她的言辞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社会良知发声 为公平和正义而努力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不只是娱乐产业 整个社会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保持良知 坚守道德底线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 充满活力的社会 让良知真正觉醒 为我们的未来铺平道路 珍妮发声 怒骂好声音 杨坤吐槽节目组乱剪辑 金星称内部很乱 娱乐圈曲折的背后 隐藏着许多未被揭示的内幕 而其中一段引人深思的故事 就是关于李文的 李文的离世似乎在一瞬间掀起了无数涟漪 关于她的死因 关于那个备受争议的节目好声音 各种说法分支迭来 如同迷雾笼罩的零间小镜 让人难以捉摸 事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李文生前的一段社交媒体爆料 她在世界不久之前揭示了好声音的内幕 指责节目组对她进行了欺骗 威胁和抹黑 甚至有暴力行为 她不仅言之凿凿还公开了一段录音 试图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指控 这段录音如同掌中的火轴 瞬间引燃了无数人的情感 网友们一分填音的声援李文 对好声音的道德缺失发出了强烈谴责 直到8月19日 乐坛巨星珍妮终于挺身而出 发表了一篇长文 彻底撕开了这场荒谬的幕后 她严厉批评了节目好声音和那些导师 用尖锐的语言揭示了其中的虚伪与罪恶 珍妮毫不客气地表示 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个人都缺乏良知 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甚至连自己的职业都不尊重 她曝光了李文生前的坚韧与乐观 声称李文并不会轻易放弃生命 因为他们有约定要见面 随之而来的是网上的一片哗然 人们纷纷表达对珍妮的支持 对节目的不满 对导师们的质疑 一些网友们认为 那些导师们从节目中获益良多 却对节目组的问题视而不见 仿佛良心早已被商业利益所冲淡 这些观点让人们对节目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对导师们的道德感到失望 毫无疑问 好声音在中国的娱乐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璀璨的舞台背后 暗流涌动 自2012年首播以来 这档节目已经走过了11个季度 16位导师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娱乐的盛宴下隐藏着种种问题也逐渐显露 在这场风暴中 节目制作电视台浙江卫视同样成了众矢之地 金辛曾表示他们浙江卫视内部很乱 而且制作手段都挺低劣的 这番话无疑披露了节目制作中的混乱与低劣 令人不禁对节目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珍妮发声后更多的声音涌现 明星们纷纷站出来吐槽节目和电视台 杨坤抱怨节目的剪辑不专业 指出剪辑会乱剪他说过的话 甚至建议考虑更换主持人 纳因在2013年早早地在微博中表达了对节目剪辑的疑虑 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显然是剪辑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声音如同一面镜子 将节目的问题一一映照出来 公平性问题在节目中一直存在 尤其是导师们被怀疑受到了限制 无法真实地评价选手表现 而必须按照剧本形式 这让选手的实力和表现变得次要 被选择的可能是事先经过安排或内定的 严重影响比赛的公平性 然而珍妮 杨坤 陈玉逊等对节目的吐槽 只是导师们问题的冰山一角 李文的去世更像是一个引爆点 让人们开始审视娱乐圈的本质 明星们虽然闪耀舞台 但在节目中却常常失去话语权 节目组和电视台的利益却主导了一切 压制了真实的声音 而这种问题并不限于一个节目 好声音只是一个缩影 揭示了整个综艺娱乐体制的弊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